听说妈妈手就是 晚睡到症候群 这是真的吗 这两条肌腱出问题 它比较常发生在新手妈妈 但晚睡到症候群 是完全不一样的 听说推麻可以改善 晚睡到症候群的 手麻症状真的假的 我比较建议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处理 应该要交给医疗人员来做 休养生息可以延换症状恶化吗 休息是不要做重的事情 但是活动还是要 活动还是要为止 苏杰晚睡到大塞车 力挽狂澜 晚睡到症候群 跟长时间神经压迫有关 什么方法可以力挽狂澜呢 现场邀请到三位来宾 跟我们一起讨论 让我们来打破塞车 打败晚睡到症候群 手穿手麻手无力 小心由晚睡到问题上升 妈妈手跟晚睡到症候群 是一样的吗 晚睡到症候群 又该如何改善跟舒缓呢 妈妈手跟晚睡到症候群 应该大家都会很想要问 尤其是像佛君妈你常常都是在打电脑 要抒发文章 要写部落格 有时候常常一打 就是两三个小时 就这样没有注意就两三个小时 就过去了 时间就过去了 我们知道说重度的电脑使用者是晚睡到症候群的 好发族群吗 那不常用电脑的人听说也会有晚睡到症候群 陈医师这是真的吗 对 其实只要守护工作就会 好 我们从这个手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边手碗这边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环碗韧带 那这个韧带里面呢有一条神经我们叫正宗神经 它从这边从这个水道这边会经过 好 那这个经过之后呢 它会支配我们大拇指的运动的动作的部分 那神经的部分还有它感觉的部分 它会支配一二三还有第四指的一半 所以如果说手会有麻的问题的话 其实也是因为这条神经被压迫到 阻塞住了被压迫到造成的 所以这样子感觉小小的正宗神经只有几条而已 居然主宰我们大部分手指的一个灵活度 对 大部分的手的功能 那如果说不要让它压迫 我透过一个滑鼠垫它是有效的吗 因为很多人就强调A功能性 它至少感觉上比较不会压迫到这个神经 是 因为实际上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模型 所以你把手碗撬高的时候 它是比较容易被压紧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垫一个高度 让它维持在大概水平甚至往下大概10度 这里内大概都是可以比较让它松开的一个姿势 他们有研究就是说 大概手碗勾起来20度最容易 那偏偏我们在打Keyball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手都是这样翘着勾起来的这个姿势 对 尤其是有些人 他就可能就把它靠在桌子上 它也没有垫 或是放在这个键盘上 对 这个是最容易造成 我们的那个碗隧道增后群的一个状况 而且有时候也要注意桌子的高度 虽然你垫得很好 结果你开始用的时候桌子太高 你也是会翘起来 对啊 或者是你可能太低 你可能也是会变这样打 尤其有的人喜欢用这个 我们用的那个Notebook 放在我们的大桌上打字的时候 其实这个也蛮容易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除了用电脑啊 这个知识不对之外 有可能会造成碗隧道增后群 有没有哪一些族群啊 或是有哪一些职业的人 特别容易耗发 例如说我第一个想要就是作业员啊 他每天在那边压那个模型 碰碰碰这一种会吗 还有像马路工人有没有 我们在那边咔咔咔咔咔咔 他会震动 像这种震动也容易会引发 他这个震动不是算是一种按摩吗 他其实是 你每天震很多下 你的手可能就容易水肿 他就受不了了 哦 没错 然后还有剁菜是不是 对啊 像剁菜啊 或者是其实我们偶尔会碰到这种 比方说像弹琴的 音乐家啦 或者是他写书法 其实像这一类型的人 他可能也或都或想 会产生一些这种问题 还有骑自驾车也会 骑自驾车也常见啊 而且你看你有时候一吹就很久 对啊 然后或者是要紧急刹车的时候 然后又要在吹油门的时候 都会造成这样子的问题 天啊 那网路的谣言爸爸就 我们来看今天的missq 听说妈妈手就是晚睡到正后群 这是真的吗 陈医师 这是假的 假的 因为妈妈手的成因集 是完全不一样的 妈妈手最主要是 可以看到我这边 这有两条基建出来了 这两条基建出问题 它比较常发生在新手妈妈 大家知道新手妈妈抱小孩 我们会有这个动作 这样做 做太多了 造成的 当然除了妈妈之外 现在很多男生也会 为什么男生会 大家知道有什么原因吗 男生 那天我还碰到一个大老板 他寄来妈妈手来看我 他想说你也不用照顾小孩 也不用做家事 你怎么会有妈妈手 凭什么 爸爸也会有妈妈手 手机 哦 大家都用大母哥在滑手机 所以他跟晚睡到正后 女士完全不一样的 是 那像我们这种妈妈 就是有妈妈手 因为抱小孩 做家事的关系 那会不会我们 反而是得这个 晚睡到正后群的 高风险族群 就是它会有相关性两种 这不一样的原因 所以你只要是有引发 像妈妈手 因为大母哥这边 这样子滑动造成的 那晚睡到正后群 最主要是手腕的动作做太多 做家事也很多这种手腕的动作 也会 像比方说有的人喜欢 就是拿着抹布去擦地板 哦 对 时间那么久的时间 那就是贵妇嘛 贵妇 有那个贵 是贵妇 像这种状况其实也蛮很贵的 这样也会 对啊 都有可能 尤其是你看到地上 对了 最近很多人有一个状况 我发现了 做面团 哦 自己做面包 自己做面包 对 这个好像还蛮常见的 因为这个动作 对不对 没错 所以门诊当中 这种晚睡到正后群的人 应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对 而且种类差异很大 很大 那再来就是推拿 可以改善晚睡到正后群 手麻的症状 这是真的吗 治疗师 真假 真假 所以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其实 当然是可以啦 我们讲治疗性的按摩 其实它确实是可以 舒缓我们这个 所谓晚睡到正后群的一些症状 但是实际上 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处理 应该要交给医疗人员来做 会比较好 因为这样子的处理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确实我们每天都在做 有一些相关的病患 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像这样的状况 我们透过一些简单治疗的 按摩的或推拿的手法 其实是可以松开它的一些 比较紧绷的肌肉跟筋膜 还有刚刚模型上看到的 那个缓碗的韧伤 树通水道就对了 对 让它的通畅性变得更好 那这样子麻的症状就会减少 就让它的这个空间可以改善 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 除了就是搭做复健推拿之外 有些人就想说 我用吃的比较快 就是会不会比较可以改善 我晚睡到症候群 有人说它试了B群 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啊 临床上我们其实B群 可以有稳定神经 做神经修补的功用 所以其实是B1 B12 基本上其实对这个部分 其实还是会有帮助 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病人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可以试一点B群来帮助 吃一点B群 那如果说我罢工不做这样 没有啦就是休养生息呢 会不会延怀 那是最好的方法 真的喔 老公听到了吗 哈哈哈哈 对因为大部分都是来自压迫嘛 一定是过度使用 比较会有这种状况啊 造成一些水肿阻塞啊 所以当然休息一定会是比较好 比较好 但是也不能说 哇那所以因为这样子 完全都不动 我连动都不动了 对休息就是不要做重的事情 但是活动还是要能够尽量维持 对对 不过刚刚私底下陈医师有在聊说 你还因为这样 帮了太太开那个诊断证明 不用工作 对对对 因为老公不相信 所以只好开一张诊断证明书 他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已经压迫很严重了 对就是要将他不能做事了 可是他说不行啦 家里就是要做啊 然后老公不相信 看起来人很好 根本没有怎么样嘛 是无病呻吟吗 哦 这个真是超有趣的 所以您的功用越来越多 除了要帮忙治疗 还要帮忙写这个 不用作家之软断误 我们知道说刚刚提到的 B1啦 B12啦 就是这种有神经修复的 或许可能会对 碗碎刀症候群有帮助 有些人说 筋骨不好的人 是不能吃香蕉 例如说以碗碎刀症候群来讲的话 我吃香蕉 会不会让它更恶化 这条事 应该是不至于啦 不至于 不过其实香蕉 它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嘛 在西医的概念里面 也没有什么是 特别不能吃 当然您可能一些什么油炸啦 刺激的东西 在这种发炎期就少吃 这样子而已 我们会提名的就是说 做这个动作 这样子 然后我会请它维持的 大概差不多30秒 如果这边有水肿 就会很明显 那个麻的状况就会出现